在完成一架手秀之后,C罗接受了意大利媒体的采访。 在采访中,C罗再次表示,希望和尤文图斯一起拿到欧冠冠军,并首次披露了决定加盟尤文的刀火索。同时,他正式与英国体育直播公司DAZN签约,成为该公司的形象大使。双方的合作将一直持续到2021年。 C罗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,我来尤文就是为了在这里赢得欧冠冠军,我们会倾注全力,但我们也会循序渐进,如果今年不行,那就明年,如果明年不行,那么就再等一年。 对于尤文图斯来说,我们的任务就是夺得一甲冠军,意大利杯冠军,同时在欧冠中做到最好。 C罗也谈到了自己对阵尤文时的惊天倒勾,那是我职业生涯最精彩的进球之一。 在进球之后,尤文主场球迷为我起立鼓掌,当时我被惊到了,因为我此前从来没得到过这样的待遇,决定加盟尤文并不是百分百因为这次倒勾,但它确实起到了部分作用。 同时C罗也谈到了自己的爱子米米罗,米米罗真的很像我,他的求生欲望非常强,我不会对他的职业生涯规划做出影响,我会支持他自己的决定。 不过,如果他真的成为一名职业球员,我也会非常开心,本周日,C罗将迎来自己的尤文主场除此秀,主场迎战拉奇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